谁啊 爸 你怎么来了 韩天也没跟我说 怎么 我儿子的房还不能来看看 没有吧 那你先休息一下 我就给韩天打个电话 喂 韩天 爸来家里的话 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 早上出门着急忘了 你招待好就行 你知道吗 爸今天进来的时候 这换衣服呢 多尴尬呀 你自己注意点 不就完了吗 行了 我要见客户了 不跟你说了 打电话呢 爸 有什么事吗 那个 我今晚住哪 这事我来就好 你能不能跟爸说 让他注意点 又怎么了 爸有时候不太重重隐私 我跟他单独在家的时候 不太适应 那是我爸 你不要那么敏感 你是不是不想让他在这儿 那你爸也要保持一下 最起码的安全距离 也要尊重一下别人的隐私 你少拿这些话来赌我的嘴 你就是跟你妈一样 瞧不起农村 你还真以为你是万人迷 谁都想对你怎么样 你 再说了 那是我爸 他能对你有什么非分之想 我告诉你 不要再冤枉好人 你